下来这则消息应该会让许多大马NBA球迷感到兴奋 美国NBA雷霆中锋亚当斯今天造访我国推广篮球运动 准备参与由子母牌呈现的第三年度Junior NBA全国篮球培训营 早前曾因为杜兰特离队加入死敌勇士 而在推特上公开嘲讽对方为叛徒的亚当斯 今天接受本台访问时指出 自己已经不再为此感到生气 并认为雷霆就算少了杜兰特 下个赛季同样可以取得佳击 亚当斯此轮受邀前来我国参加篮球培训营 他坦言非常期待会见本地球迷 培训大马未来篮球之心并亲自感受这个城市 亚当斯说他非常喜欢大马的美食 尤其是咖喱 味道令他非常难忘 全国篮球培训营将在5号到6号期间 在IGB国际学校进行 7号在仪式道万达镇购物商场举行 ن让这个部分 暴律 暴律 我可能不 Gesicht 暴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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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暴律